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黑夜骑士 欢迎来到户外 已经很久没有给大家开箱一款夜视仪了 那么咱们今天就来开箱一款夜视仪 这是一款新品牌的夜视仪 中文名叫做确卡斯 在我手里 好好好 再打开看看 看这盒子还是 包装还是挺不错的看起来 不能说豪华 但是看的挺精美 看里面到底怎么样了呢 一个大只盒子 这是一款双筒夜视仪 应该叫做双木夜视仪 造型就是这个样子 直接打开吧 里面还带着一个防摔盒 挺好的 这盒子 这里面就是他所装的内容 那么这个小盒子 小白盒子里面是什么呢 我们开开看看 背带 背带 以及其他的附件 这些东西没什么看的价值 主要是来看完夜视仪怎么样 这盒子看起来是挺好的 打开看看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夜视仪了 里面还淘着身袋子 寿命书什么的 OK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玩的夜视仪 确卡斯 英文的 中文名叫做确卡斯 这是一款德国品牌 这是一款德国品牌 所谓的双木夜视仪 其实就是里面有个大屏幕 像VR一样可以对着眼镜 然后这里前面是 这个应该是它的 高感光 高感光的摄像头 应该是 夜视仪其实就是一个 红外夜视仪 其实就是一个高感光的摄像头 在这里 这是调焦的焦距 焦轮 这边应该是 一个红外补光灯 所谓的补光灯 它能发出一种 不可见光 不是说你想像的那样 能照 像手电筒一样照去 它的光是不可见的 但是可以被夜视仪接收 旋转这个 旋转这个补光灯的话 就是 通过这个旋转来调节 这个光圈的大小 就是 和强光手电一样 这补光灯也能调节焦距 让它变大变小 这是一个 绿光片 在白天的话 得带上这个绿光片才能打开 当然我们不知道 夜视仪为什么要在白天打开 在白天的话 几乎是用不上夜视仪的 但它准备了这个绿光片 所以说如果你非要在白天打开 这个 虹外夜视仪 你就得带上这个绿光片 而不能直接把绿光片拿下来 进行观察 如果到了晚上 只把这个绿光片拿下来 还有一个一方面当作绿光片 另一方面则是一个 浸盖 在晚上必须拿下来才能使用 嗯 就这么使用 双目夜视仪 它跟望远镜有点不一样啊 望远镜是两个桶 分别是单独的成像系统 而它则是一个 大屏幕里面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屏幕 好 我们现在开机 来观察这个里面的屏幕 能观察到这些东西是什么样的 那么我们把这个打开看看里面的 是什么样的 这是开机键啊 我们现在开机 OK 哇 可以看见它是有开机动画的 当然现在焦距也没调好 我们需要从这里调节焦距 夜视仪观察目标 必须要调节焦距 因为不同的距离 需要调到 调节到不同的焦距 我们先找个合适的距离 好 看得不对劲 因为我把这个盖子拿下来了 绿光片拿下来了 在白天使用得带上绿光片 虽然我不知道在白天有什么作用啊 对了 它是配录像的 它自带内存卡 这边放入内存卡 然后有一个USB充电口 然后放入这种 小型的内存卡 我们就可以通过它来录像了 红211都可以录像 好 现在小姐焦距 然后我带上这个绿光片 看起来就 跟普通的 摄像机一样 不过从这个 无光的环境下 看里面就像看电影啊 看电影 这和你看手机的感受 完全不一样 它双目夜视仪看起来就清晰多了 比这个单桶的夜视仪 看起来舒服多了 这玩意是自带一定的倍率的 我们朝这个方向建筑物看 看那个国旗吧 嗯 这么看起来跟普通的一个 一个手机屏幕 没什么区别 当然它的 在白天使用这个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啊 需要在晚上使用才知道 再来试试观察那辆摩托车 这看起来它是自带一定的倍率的 大概是 大概是 我觉得大概是五倍左右 摩托车在哪 哦在这里 我觉得这个倍率大概是五倍左右 五倍左右 看到吗 从路眼观察这个清晰度完全足够了啊 当然我们可以录一段试试 用它来本身的录像系统来录一段试试 启动 开始录像 好 好朋友们 我们废话不多说啊 在白天看了更多 我们也看不出这个夜市仪的效果怎么样 因为它的作用是在晚上显现出来的 它通过这种红外补光灯 在全黑的环境下 能够看清楚周围 然后在半黑的环境下 它需要不开启红外补光灯 不开启红外补光灯的情况下 它可以显示彩色成像 开启红外灯则是黑白成像 但是现在可以对这个外观来做一下 品车 我觉得这个外观不错 相当不错 我之前也玩过类似的双 双目夜市仪都很大 但这个夜市仪可以一只手拿起来 不算特别大 不算特别大 算是小巧的了 这些背带什么装上 我们可以挂在身上 我就懒得装了 好 朋友们 接下来我们等到晚上来看看它 大显身手的时候是什么样的 好朋友们 现在到了晚上了 晚上九点钟 该轮到我们来测试一下 这款夜市仪 在夜间的使用效果了 我们现在来到了一个城市的郊区 在这个地方比较适合测试夜市仪 好朋友们 现在我们来到了一个地方 是一个路边上 路边上有路灯罩着 然后这个地方并不是非常的黑 用手机和肉眼都能看进旁边的轮廓 这种状况下 我们使用夜市仪 这款夜市仪 观察 现在是属于未开启 补光灯的情况 红外补光灯的情况 看见了吗 凭借它这个高 感光度的这个摄像头 我们就能看得非常清楚 那么开启红外补光灯是 那么开启红外补光灯以后 是什么样的状况呢 我们看一下 此时红外补光灯已经开启了 图像显示为黑白 红外补光灯 并不是你们想象的电筒一样照出去 我们已经看不到这个灯 看不到光线 看不到这个红外灯射出的光 但是摄像头里面 才能接收到这个光的信号 非常强 非常亮 我们前面有个工厂 现在我要观察也远处的那个烟囱 因为现在光线非常强 我们不用开启红外补光灯 看看那个烟囱怎么样 看到了吗 这就是上面的烟囱 看得清清楚楚 这个位置的光线比较暗 我们可以看见这些车在后面 所以这个环境完全不需要开启补光灯 使用夜十一观察 那就跟白天一样 能够清楚的看到测拍号码 没有夜十一的话 想看见测拍号码是不可能的 好朋友们 现在我们来到这个地方的环境 算是比较暗的了 可以通过手机看到远处有一群建筑 里面有很多的灯亮着 这个建筑大概离我们有一公里远 像这种比较暗的环境下 我们使用这个夜十一 依然不需要开启红外补光灯 看夜十一里面观察那种建筑是什么样的 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夜十一自带一定的倍率 所以看得很近 对就是眼前那圈建筑 非常清楚 现在我们来到这个地方 是接近全黑的环境了 接近全黑了 几乎没有灯光了 手机里面什么都看不到 我们需要打开手电照一下看看 这会是什么样的 好我们打开了手电 强光手电 可以看见这里有个 营销中心 这是一顿废楼 已经老楼了 营销中心这几个字 有点恐怖这种楼 我们关掉手电 使用夜十一看看 能达到什么效果 好 夜十一这时候开启红外补光灯了 可以看见周围是没有任何光线的 红外补光灯已经开启 因为它带有一定的倍率 营销中心那几个字 看到吗 进入夜十一里面了 这是一栋 旧楼了 已经没有了往日的生机 大红钢铁厂 可以看到那几个字 建材市场 对那个上面 我们打开 强光手电再看一下 那几个字 强光手电也照不到那么远了 哦 强光模式能照到 再看看周围 远处的建筑物 可以看得很清楚 从手机里面看 可以看到轮廓 而这边就几乎全黑的环境了 哇 那居然还有个人坐在那里 我没发现那里还有个人坐在那里 现在我们可以来看看这个夜十一的远距离辨识能力 我们可以看到很远处有个红色的广告牌 上面的字我们没办法用眼睛或者手机看清楚 可以不过我们可以用夜十一来看一下 OK 现在可以看清楚了吗 很清楚上面几个字 还有广告内容 甚至能看得出电话号码 非常不错 最后我们来测试一下这款夜十一的分辨能力 就是在补光灯照射下 能看清什么东西 在我面前有个广告牌 但是这个广告牌 我们 不用灯光什么都看不清 我们试着打开枪光手电 可以看得清楚上面些什么 但关闭枪光手电 是完全什么都看不到的 不过我们使用夜十一看看 在未开启补光灯的情况下 就能看清上面写了什么 好现在我们开启补光灯 那就更清楚了 黑白模式 就更清楚了 补光灯有 九个档位 每一档比一档亮 我们 我们加一档 现在是二档 三档 四档了 完全足够了 一档就可以足够看清这上面的字了 非常清楚 好了 朋友们怎么样 今天晚上对于这款夜十一的 使用测评到这里结束了 总的来说它的使用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效果在夜间 几乎是全黑的环境下 完全没有问题 它的补光灯 档位很多 有九个档位 一般情况下 我们只要用了一档和二档的性能 甚至不需要使用补光灯 一般情况下 在 稍微有点光线的地方都不需要使用 在较黑的情况下使用 然后它的外观 我觉得还是非常 好看 风骚的 亲爱的朋友们 那么今天视频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